婚宴的感覺怎麼樣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十月好不好 哇 這個因為這等於一兩個月我們都一直在籌備 然後搞得沒日沒夜 然後事情非常的多 那終於今天要來舉行了 那也很希望 非常感謝各位媒體朋友們的支持 還有給我們的祝福 那雖然累 在看到了這一刻 也看到了這麼漂亮的美嬌娘 我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切都是值得的 今天的婚禮會大概是什麼樣的主題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表演之類的 喔 主題啊 您說這個設計的風格嗎 喔 這個老婆可以回答 因為她是專業的 蛤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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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主題就是跟我們的喜帖一樣 就是邱比特的神劍這樣子 希望大家都能夠分享到邱比特的幸運 跟愛情 那今天辦完之後 什麼時候計劃 什麼蜜月啊 生小孩 喔 因為一直都在忙這個事情 所以一直都沒有想到說 什麼時候要去度蜜月 然後到底要去哪裡 連那個 大家也都在問說 比如說結婚前一天啊 是不是要跟朋友聚一聚啊 然後或者是這個 晚宴結束之後 也沒有after party啊 這個 反而我們沒有去想到這個事情 那我以為我們的心思都在這個 婚禮的這個布置還有邀請上面 所以都還沒有想到要去哪裡度蜜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常常見面啊 所以今天的演藝圈人脈這麼廣啊 會不會有黨九部隊來 有 那個 擋九部隊 除了我們 同床康康哥之外呢 然後還有我的好搭檔六月 他為了我呢 這兩天斷奶 就是不給他小孩子吃東西 然後 為了就是說要幫我擋九 擋完九以後呢 他要把他那個 帶有酒精的呢 那個 奶水啊 要先把它 先擠掉 而且要丟掉 因為他每天很寶貝那些要丟掉 因為他要親衛嘛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他為了我做這麼大的犧牲 我這個是要跟這個六月至上十二萬分的敬意 謝謝他 真的非常感謝 不過今天也要謝謝一位伴娘的被採截 而且現在深陷一些新聞報告 當初有怎麼樣跟他接一下 其實沒有 就是採截的部分 因為我跟他就是從這個無敵三寶妹合作到現在 那因為那個時候也是採截的第一部戲 那小弟我也沒有什麼演戲的經驗 那我們兩個就有一些 剛好我們兩兄妹 就有了革命情感一直聯繫到現在 那今天非常感謝他 就是他在香港今天早上飛回來 那就為了要來祝福我 那幫我擔任這個伴娘的工作 非常感謝他 那我們有問他說他的心情怎麼樣 他都說還好 他心情都還好 那請問他有沒有送什麼東西送給你 採截嗎 喔有有有 他們都有拿禮物來 可是還沒有時間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梁導要不要講一下 大兒子終於結婚的 心情上會很豐盛嗎 阿姨 他總有一天會結婚嘛 就是今天嘛 我們全家都很高興 也謝謝大家給賀群 跟我媳婦的這個祝福沒有終於啦 我要講終於是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有沒有什麼父親相處知道 或是說什麼話 跟賀群已經超過40歲了 他經過的事情啊 我說經過事情不是 他不是經過什麼特殊的對婚姻的那麼了解的 我想他一定知道怎麼樣是跟他的太太相處 而且在這麼一段時間我們也看到他們的相處 真的是相處得非常的好 而且人家講說相愛容易 他們也相處得也非常的好 這個我相信他們就像大家對他們的祝福是 一定會勇於愛和 白頭邪老 當然說很多人會祝福什麼早生貴子啊 那我跟他媽媽都希望他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不要急 不要趕 沒有關係 他們大家 他們兩位每天都很快樂 很平安 很幸福 這是我們樂見的 那梁媽媽有什麼樣交代他們的事 我是希望他們大家都過得很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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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